亲爱的韩国民生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金森焕牧师还有金哈拿牧师的邀请 让我有荣幸担任这次特会的讲员 自从2019年9月的特会之后 随即在2020年初就爆发了COVID-19的瘟疫 一直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教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很遗憾的这一次只能用视讯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信息 但我相信圣灵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 神的能力与恩高依然能够使我们每一个参加的人 都能够得到恩典与祝福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每天在成岛当中 所得着的话语的恩典 十一年来每天我们都会按照读经进度 在清晨六点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成根QT 而神透过经文的启示与亮光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领受到真理的教导 生命有非常大的更新与翻转 特别是教会在经历一年半的疫情的影响下 依然在成长 而虽然实体的聚会都暂停了 透过每天成岛聚会的直播 每天也都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固定的会友 及线上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参加 甚至也有世界各地的华人 每天都上线参与 以下我就来分享一段经文来作为例子 透过成根的解经 使我们更明白神在经文中要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那么透过我们在清晨的时候 神让这个经文发出了亮光来 让我们得到了启示 使我们可以学习 所以今天我把它定一个题目 叫做耶稣的榜样 QT 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这段经文是这样的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祂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祂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祂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祂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祂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浅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还执事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众人都称赞他 并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又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这段经文是提到说 耶稣在受洗之后 被圣灵引导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得胜之后 被圣灵充满 回到了加利利 开始传道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得到了众人的肯定与称赞 于是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当耶稣来到了拿撒勒 安息日的时候 就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将先知 以赛亚书的书卷交给他 他就打开 并宣读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 并说 今天这经应验了 此时众人都很吸其 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而当众人诧异地说到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的时候 其实是带着一个难以置信 却又不能否认的肯定 对于耶稣所展现的那一份 坚定的自信 赞赏不已 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呢 在这段经文当中 上帝让我们看到三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去能够去被光照的部分 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只被圣灵充满 还要满有圣灵 你看到十四节那里说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所以我们看见 圣灵充满它是一个经历 而满有圣灵是一个状态 我们不只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还要满有圣灵 许多人有过圣灵充满的经历 却不见得活在满有圣灵的状态 明书记二十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说 摩西对耶和华说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 立一个人治理会众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 也可以引导他们 免得耶和华的会众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对摩西说 嫩的儿子约书亚 是心中有圣灵的 你将他领来 按手在他头上 所以你看到神要摩西拣选约书亚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他心中有圣灵 而心中有圣灵 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把圣灵放在心上 弟兄姐妹放在心上 代表时时刻刻以圣灵为导师 凡事顾虑到圣灵的感受 我想一个被你放在心上的人 你一定很在意他的感觉 阿们 当一个人你真实地把他放在心上 你无时不刻都会想到 他的感觉怎么样 他的看法如何 你一定会非常在意的 而心中没有圣灵的人 是如何呢 有大叔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 说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 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 谁从自己不尽钱的私欲而行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 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很多被圣灵充满过的人 其实他们 没有活在满有圣灵的状态底下 当他心中没有圣灵 他就会不尽钱 他就会充满私欲 他就会属乎血气 创世记那里说 人既属乎血气 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里面 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 他即使他有过圣灵充满的精力 可是如果他没有把圣灵放在心上 他不是在一个满有圣灵的状态底下 慢慢的他也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而开始有血气 开始有非常多这些不尽钱的私欲 会回到他的生命的当中 所以很多被圣灵充满过的人 有不少也会被打回原形的 所以怎么样才能够不回到原来的光景呢 铁撒罗人家前书五章十九写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作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这是第一个 我们不只要被圣灵充满 还要满有圣灵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我们看见规矩 是从小就要养成的 我们看到十六节 十六节刚刚我们读的那里说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所以你看见 耶稣他长大的地方 代表他从小就在那里 然后呢 照着平常的规矩 也就是说他小的时候 他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习惯也好 或者是他所去遵行的一个律例也好 他从小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规矩 在安息日的时候 要去守安息日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 他的规矩 他必须是从小就养成 而这对他的一生都有极大的影响 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 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 所以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少年的财主 他来到耶稣面前 他希望得着那永恒的生命跟祝福 还有应许 可是呢 当耶稣问他说 诫命你是晓得的 然后呢 问他 他说 从小我就遵守了 华人有一句俗话说 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 而三岁就可以定终生 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在三岁之前 其实对一个人的生命 他就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在那一个根基的上头 而孟子也说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规矩 他就常常会在人际关系上面 碰壁 他没有规矩 他常常就是会自意妄为 而十七节那里提到说 耶稣当人把以赛亚书交给他的时候 他就打开找到一处 那么为什么他一翻就可以翻到的呢 答案就是 他从小就熟悉了 今天有很多人 你拿着圣经 可能连哪一卷书都翻不到 叫你翻旧约 可能跑到新约去翻 找新约的一个例子 在旧约里怎么翻也找不着 所以耶稣他从小 他就很熟悉圣经的了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你看到这个提摩太 他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 诗篇七十一篇 十七节到十八节说 神啊自我年幼时 你就教训我 直到如今 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我到年老法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 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所以你看这个诗人 他从小就被上帝的话教导 因此他知道 神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的诫命律例典章 是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他说 在他离世之前 他一定要完成一个工作 就是把上帝一切的恩典 还有教导要指示他后代的人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 可能不以为这样的事情是重要的 很多家长看重孩子的补习 比看重让他读圣经 还要来得在意 在我们教会 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承导的时候呢 我们会带着小朋友 能够在这个视讯的当中 带着他们读圣经 我们叫做小飞音的QT补给站 很多小孩子一开始也会觉得 哎呀叫不起来 或者是呢 好像没有兴趣读 有时候呢 很不容易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 有时候需要 这一个花点力气 但是但是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 那里说 人在幼年复恶 这原是好的 更何况 读圣经也不是什么太重的恶 而如果我们都不能够 让我们的孩子 接受一点训练 所要付的代价 那怎么可能 把他养成一个 有为的青年呢 所以从小就训练他读圣经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很多的家长很头痛 小孩总是没有规矩 但他们可能从未想过 要好好的陪他读经 教导他 陪伴他长大 而以工作忙为借口 就连自己也没有建立 读经祷告的好习惯 在我们每一天的陈岛的当中 在马拉西亚有一个教会 他们是全教会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圣经的 最近他就寄来了一些 他们的青少年 这一个在陈岛当中 所领受的得着的恩典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段小小的影片 哈喽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在这里我想要分享 我在陈岛中的经历 陈岛之前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但是现在因着上帝的恩典 我已经养成早起的习惯 所以很感谢主 我成功可以早起来 虽然有时候还是 葬身不了赖传的诱惑 但是还是感谢主 我开始有慢慢的进步了 我还记得林庆祖牧师 有问到我们一句话 所以那就是 你是不是常常吩咐人 做一些你自己没有做的事情呢 所以这句话常常提醒 我要做好的榜样 特别是在我的小组当中 因为之前我会常常叫他们 多读经多祷告 但是我反而我自己本身 没有这个很好的操练 这个读经还有祷告的生活 因此我就决定 我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给我的祖缘 所以我每一天读经 每一天祷告 在当中我也明白很多的道理 也有很多的料可以分享 因此我有更真实的精力 去鼓励我的祖缘来参加乘导 所以我很感谢主 能够有机会参加乘导 这是上帝的恩典 感谢主 感谢主 当你看到了这影片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 清神的祷告 真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呢 而且特别是年轻人 更需要被上帝的话语 来更新与改变 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看到生命 可以让人寡目相看 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最后 众人看着耶稣 很不可置信地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其实他们心里头有一个想法就是 这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孩子 约瑟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可是为什么他的孩子这么优秀 他的儿子这么卓越呢 他们不敢置信 怎么这个家庭能够出这样的一个 让人觉得很敬佩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呢 众人都寡目相看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要让人寡目相看 弟兄弟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说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 劝导 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这些事你要因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所以特别注意到最后一句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而这个长进它原来的意思呢 是兴旺的意思 同样一个原文字呢 它用在菲利比书一章十二节 那里说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 所以什么是长进呢 长进就是让人在你的身上 看到一个兴旺的一个光景 你的课业 你的事业 你的专业 你的所有的这些生活的层面 都让人看到一个心兴向荣 非常兴旺的状态 而这个就叫做长进 所以当人看到这些长进的时候 他们就会不可思议的赞叹说 这不是我国小的同学吗 这不是我们家隔壁老王的儿子吗 那不是我以前小时候的邻居吗 过去可能都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也不是太让人注意 就只是这么一个人 可是事隔多年之后 哇 怎么变得这么兴旺呢 哇 真是够长进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需要长进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不能不长进 不长进 不只不会让人寡目相看 更会让人觉得 那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呢 反而绊倒人 因此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人看到一个兴旺的光景 哈利路亚 Amen 我相信神的儿女 是特别有祝福的一群人 因为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我来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相信吗 你相信你的生命会更丰盛吗 当我们很丰盛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人看见一个 兴旺的状态 在四世纪那里有一个例子 提到一个人叫做耶佛他 他虽然出身卑微 但是他依靠神 上帝就让他使人寡目相看 四世纪十一章一到二节 那里说 激烈人耶佛他是个大能的勇士 是妓女的儿子 耶佛他是激烈所生的 激烈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 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 就赶足耶佛他说 你不可在我们富家承受产业 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 所以你看到这个耶佛他的母亲 可能是这个激烈的小三 是他一个在外面生的 或者人家会说 这是个野种 这不是我们家的小孩 所以他在这个家庭里头 是被鄙视的 是被排斥的 是被别人看不起的 家人把他赶出去了 所以你没有资格在这里 跟我们共享这些产业 而这个耶佛他 他也自己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资格 也没有什么颜面 在这个家庭里头待下去 于是他就离开了 而当他离开之后 他也带着一群人 也在那里发展他的一些的 不管是他的一个状况也好 发展他的一些事业 反正就是他也有了他自己的路 去走 而走着走着 他也有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直到有一天 亚门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 这些以色列人的长老 他们不得不去 请耶佛他回来帮忙 我们看 《诗诗记》第十一章的七到十节 耶佛他回答激烈的长老说 从前你们不是恨我 敢逐我出离父家吗 现在你们遭遇极难 为何到我这里来呢 激烈的长老回答 耶佛他说 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 是要你同我们去 与亚门人争战 你可以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 耶佛他对激烈的长老说 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争战 耶和华把他交给我 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激烈的长老回答 耶佛他说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而行 所以你看见这个耶佛他 在此时此刻 他让人寡目相看 他让这些以色列人的长老 都觉得需要他的帮助 可是过去 他是被别人所嫌恶的 过去他是被排斥的 过去别人是不喜欢他的 但是他有了自己的一个江山 或者是有了自己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事业之后 他让人寡目相看 别人就来求他回去帮忙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 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 其实原来也都不是状态非常好 有些是生命很破碎 有些家庭有问题 有一些他们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让别人都对他关了门 可是当人为他关门 上帝会为他开门 很多弟兄姐妹 每一天早上来到教会成岛 上帝做了非常多奇妙的事情 改变人的生命 所以在我们的成岛聚会里头 有非常多神迹的故事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段 我们一个成岛的介绍 我相信成根的祷告 是教会蒙福的一个基础 也是每一个人 要经历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清晨的祷告 会带来生命极大的反转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这段影片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天的主我们感谢你 设立的教会在地上 成为这世上的光 成为这世上的眼 主啊 如今教会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 冲击的年代 挑战的年代 面对着一个世代交替的年代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 主啊 求你能够复兴你的作为 就在这些年间 主啊 让教会能够去影响 整个社会 主 让教会带着神的大能 带着福音的大能 去转化这世代的联系 主你知道教会在这个时候 需要你的能力的充满 那有一句话 牧师常常说 不要有幼稚的浪漫 我通过今年教会的线上成岛 及成岛的QD的进行 真的给我的很大的帮助 在我的生命中 经历神很大能的挑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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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看了这段影片之后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了一个非常可慕的 这样的一个心 从我们里头涌出来 巴不得明天一早 我们就早早的来到圣殿 来亲近神 让上帝带领我们走一条 蒙福的道路 当我们信了耶稣 就成了新造的人 我们不只要有 圣灵充满的经历 还要过一个满有 圣灵的生活 所以更要看重 属灵生命的建造 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 一定要从小就让他 养成好的属灵习惯 对他的一生都有莫大的影响 我深信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有认识我们的人 都会对我们的生命寡目相看 非常感谢神 让我今天有机会 跟韩国的弟兄姐妹 来分享这样的信息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 来分享这样的信息 因为上帝使我们每一个人 都看重清晨的祷告 使我们每一天 来到上帝的面前 领受话语的启示 教导我们当行如何的道路 谢谢主 赞美主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特别与民生长老教会 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感谢主 赞美主 听你仆人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有机会 韩国见